网易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我是歌手周深 我是李奇 没有头衔 没有title 我是厨子李奇 特别的安排 特别的安排就是 大龙唱了三首 他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唱过的歌 而且是重唱的歌 就是一起合唱的 所以还挺难的 然后对他来讲是个挑战 对我是帮你回答是吧 然后我们这次呢 我跟余老师有一首歌 是好久以前就想唱 但是一直没有唱 叫《大教堂时代》 然后今天终于 我跟余老师合作上了一把 然后把这首歌唱出来 很过瘾 你我替你都说了 我就是因为 我跟奇奇从来没有合作过 就今天唱了一首 他的歌叫《最长的旅途》 非常好听这首歌 我很有幸跟李老师一四次合作 然后特别特别有幸跟周老师第二次合作 我是教授 周教授第二次合作 对 嗯是的 我的还债之旅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节目里有这一场时候想跟他们合唱 然后终于有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合唱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跟龙哥合的这首 我觉得下次我们可能找个机会要合一下另外一首 对对对 所以就大家期待一下吧 嗯 就是深深很受欢迎 然后刚才有两个小歌 就终于合了很多小歌 嗯 听见没 是 很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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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我们上面的台词都是非常荣幸 有这次机会能够跟大龙老师合唱 对 对 就是三双有幸的有幸 我能不能讲 我听不下去了 就是很开心能够跟不同的人合作嘛 这次这次巡演也算是一个圆梦的小小的过程 刚刚采访完吗那现在感受怎么样了 嗯 感受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是想休息一下 想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会 那你出去吧 哈哈哈哈 王娱乐朋友们大家再见 哈哈哈哈 好感的采访 说 对我也挺想休息的 你不想休息 我饿了 那我们应该对 这个嗓子不太虚乎 对 对 那你咱们这个起风是怎么接下来的呢 哪个去 我们俩 我们俩这次去 我们俩 我们俩想唱那种被选了 什么的选择 就我 对 我们俩其实想唱很多歌 就慢慢来 一点一点来 对 嗯 那这次呢 这个缴合的社会 最初的谁想到 什么 缴合的 嗯 这次缴合的社会 缴合的社会 这个我不知道 谁 谁 谁 这个不知道 没事这样 是 其实在生活人心结束之前 我们就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在聊这个事情 想说 想说就是大家 我跟鱼老师 只有你们俩 还有后来有和简老师 这么几 最早是 对 然后其实 其实后来 后来那个 没有 那是第一次 就已经搁浅了 然后都回到上海之后呢 跟鱼老师商量一下 还是要搞一些事情出来 想玩一下 然后就开始传这个事情 那鱼老师嘛 就是对吧 这个 底子雄厚 对吧 我还有这样自己的团队 然后就说 来一起 去委托鱼老师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 然后开始找了大家一起来 那这个具体是 怎么跟你说的 鱼老师找的你们应该是 对不对 我是被迫的 你 你出去吧 就是他们把我关起来 独打 独打 然后我就没办法 因为他善良 就招了 对就招了 就来了 一样 齐哥呢 我 我是那个施暴者 其实这样 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我们几个关系 特别好 就没有他 对 对 他 没有他 就从这解一下 我们关系特别好 对 他就和我们批一下 好吗 批掉 他在节目里 已经是读唱最多的了 我在采访里 还是要读唱 对 所以就一直想 一起有个机会 演出啊 什么的 然后正好 对 就有这个机会 有多聚一聚 然后 就 人家讲话呢 你给 没有啊 我帮你提词 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三个埋 会很累 然后下个问题是 你们两个不要回答 让范楼回答 好 拿着 你看你刚到我手上 对 知道灰灰的皮肠是谁吗 什么 灰灰的皮肠是谁吗 灰灰的皮肠是谁吗 灰灰的皮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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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叫 不说三件影响会 你知道吗 这个微博 不说微博 微博是吧 他叫灰灰 这个灰灰皮肠是谁 在操作这个 就是他的真面目是谁 真面目到底是谁 你知道吗 其实是谁在操控 听不懂 我不知道谁在操控 那你就回答吗 不知道 雨迪老师吗 3 2 1 不知道 哈哈 好好 大老师你应该演一个巨蜓 对 然后两位都去看了 能给一下大老师表演吗 没事 我出去 这样 这样不会太虚伪 不用出去 我们采完了之后 这个问题回来后补 后补 等你走 再自己录一晚 没有那天 那天我跟 我跟深深一起去看她那场 你也去了 没有看到 对 然后那天我是觉得 首先 我除了这一场 大老师演的这个信之外 之前看我摩沙哥有 我看过一次 你不来 叫你你不来 我被关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一次的 因为她演的是那个 舞蹈叫啥来着 她弟弟叫刚智 我是我是刚智 你是刚智 那弟弟叫啥来着 刚太 职贵 职贵 对对对对 刚智 就是 然后这个角色 我觉得跟她 她的那个 那个性格的某一个方面 其实还挺像的 就是 就是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然后 对随好的方面 然后 以至于 以至于她那个戏里面 去杀人的那个动作 都显得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 就是不情愿 也是特别被迫的感受 因为她跟那个戏特别的融 然后呢 我们看那天 那场 她是 我感觉她的应该是 情绪或者是身体 就特别累 然后反而我觉得 那天更适合她演那个角色 就那种特别颓的感觉 然后虎子也没刮 然后就是 虎子是故意的 没有就是说虎子也没刮 特别没有力气 然后 然后从 一直到最后 结束的时候 哭的眼泪 眼泪 噼里啪啪的 我觉得蛮好的 就敬业嘛 比我们 比我们想的都敬业 这句话很开心 出来 出来 三二一 因为一般 其实大家对大伦们的印象 可能是那种 比较不听话 那种就比较难管的那种孩子 但是她一到 自己 比较尊重的那个舞台 就这个话 不是说很官方 或很沉重 是真的 她一到舞台上的时候 她会反复的去确认 自己每一个细节 有没有顾好 或者是反复确认自己 每一个阶段 有没有想好怎么去做 我觉得挺 就真的是很惊艳 就包括 专门贵的画剧留胡子 或者是 我看之前有一个剧透照片 是很厚的粉底 然后有一道泪痕的那个照片 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就是很投入嘛 很投入舞台 她真的是很 很为舞台而生 尤其是看到她的音乐剧之后 你会更有这样强烈的一个认可 对 那她们为什么在反场的时候 选择把先生抱住了呢 我们没事就 你是左右右抱是吧 左右右抱 就比较花 那天你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天没有 开玩笑 因为我跟 因为我 我是带着麦子在台上 因为我跟她说你什么时候来了 然后你怎么样 开玩笑说话 因为我怕会传出去 去那天在台上 所以可能会有些人可能有点 所谓 戒配可能会有点 有点误会 然后网友就有意思 那个我帮你看着 你不是看着 是看着 因为每一次 每一次 我都在见证 每一次这样的照片 李奇都在 在旁边看着 借证者 借证者 有两三次都是她在旁边看着 我都在 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喜欢闹 闹着玩 然后楼楼宝宝的 经常这样 现在琪琪的家 是大家都很期待有的一个中益 那你们俩能不能说说 琪琪的家有什么魔力吗 每次去点外卖 也不用我们点 你看很吸引人 对对对对 特别吸引人 所以我就用钱砸出来 然后她家还非常大 而且 然后很多乐器 然后她也 我们去每次造的特别乱 然后她也不嫌弃我们 她是个特别爱干活的人 收拾特别干净 前期有用吗 没用 因为我们脸皮厚 对对对 然后去了就是 吃喝完了呢 她家里面很多好玩的东西 想拿还可以拿 你的船还可以送我们回去 对 还送我们回去 所以就谁不想去 对不对 同上 对 那对于大家对这个中益的期待 你有什么想说的 有没有什么金主爸爸 愿意进来我们把这个事情搞一下 我觉得特别好玩 对 可以 我想问你 要问什么生活有什么变化比 那就你得问她 对 因为她俩本来就很红 对 我们俩就没红过 是不是 我们俩没红过 你才是红 我也不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觉得就是会越来越好 因为 就是很多人都走进剧场了 包括这次我们也选择把这个弄在剧场里 嗯 就我觉得是一些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文广这个剧场我还是挺熟的 我以前的所有的原创作品都在这演过 哦 因为他们有那个原创的演出季每年的春天是免场租的 所以也就是让更多的原创舞台 原创的作品能登上这个舞台 所以就是文广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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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不会抢 因为我们都不用抢 我们也没有票 就我们就争取多开机场 而且还有不做张 对主要是有事 没有票没关系 你有看过他们演出吗 没演的 看过他们彩排吗 彩排也没看过 因为我们不在同一天彩排的 就是排练也是都分开的 因为剧线的关系都这么不好 就面和 开玩笑 就是一定会不一样 对因为就 任何一个角色 任何一个演员来演 都会不一样 每个人对每个角色 有自己的理解 那书见大家都看到了 自己马上也会看到 其实私下也会下很多功夫 因为其实在他俩这个年纪 出来完成这种角色 其实很难 因为一是年轻 二是就是舞台经验 没有那么丰富的情况下 那需要自己去准备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演得很好的 在第三周 马上就要开始 明天好 那明天后天 大家可以说 你的两只猫 现在还是你亲自不要吗 没有 我的猫在北京 在朋友那里 因为我来上海的时候 住的地方太小 然后我也 说实话 那个时候特别忙 也没办法把猫给带到 带到上海来 因为刚来上海接了好多戏 每天都在排练演出 然后房子实在是太小了 我住的房子只有30平 所以猫也实在 你那时候住 我跟你讲 你要把猫接来 那你是虐猫 对啊 就是对猫也 太惨了 在住的 对 也不是 其他人家有改善吗 有改善 有改善 我对JO音乐 Claudine 增加斯達双 你的鼓子 说嘛 哈哈哈 你说来就来 你越来越好 哈哈哈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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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喔 唉呦 ­ dank arms 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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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影响我们 特别正经 的人 好吧 when 啊 감사합니다 öğ 哪里正经典 sess 不好吧 这个 喂 警察 我觉得挺好的 就能够让我在节目里面没有合唱到的人们 都一起在舞台上一起合唱 就挺好的 嘎的歌 对 你们俩还没有二重过 对对对 我们在珠海就回二重 珠海见 珠海 珠海见 我一直都想 挺想做一个流行节很美上的 就像大鱼最后尾巴那一段一样 就我一直在尝试这样做 新专集歌还没发完呢 还有好多歌出来 然后昨天晚上刚刚发了一首叫不如我先说 我就看到有一些歌迷在下面留言说 他说什么 就是又是一个新的不同的风格 然后就觉得特别惊喜 然后就觉得听了之后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就不会失望 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比较欣慰的一句话 我就觉得因为这张专辑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血 我是真的觉得每一首歌都好听 这句话不是官方的客套 我是真的觉得每一首都不一样 而且都好听 那你用一句话推荐你张专辑给大家听 哪句话最能够吸引大家 就十首歌 我也不能这么说 这样有点太狂了 太狂了 我们要听我们就想听 越狂越好 越狂越好 你再狂你能狂到哪里 你狂一下试试 真的吗 你给大家展示展进去 真的吗 狂 可以吗 再狂就看不到 等一下就换了 我是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很值得大家去填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期待后面要发的一些歌 那和你一句这样张专辑里面你就喜欢你的首吧 我都喜欢你 你挺好的 你喜欢 你很喜欢的 王子大人生活好 你生活越来越好 这是我最喜欢的 下一期不说再见 他就要唱这个歌 我觉得可以 请大家呼应一下 好吧 就在微博留言让他唱 看你怎么办 嗯 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看到了某些人的演出 就被那首歌迷上了 你是 哈哈哈哈 你这个比较像蜥蜴的眼神 哈哈哈哈 我们吗 那就今天晚上吧 现在吧 现在 久在这瞬间 回票 我们其实 其实就是像齐一老说 在节目里当时就说 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真的是收获了这么多朋友 如果没有身为人心 没有这个综艺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 就是没有什么 因为我跟他本来专业也不一样 对 就没有什么会 生活圈都没有任何层点 对对对 人生的交集点会可能会很少 就因为这次认识 而且很志同道合 每天都在一起 然后我们又都在上海 所以经常可以见面 聊聊天什么 就真的很开心 在认识大龙之前 我基本上没有这么看过音乐剧 他看过 对我基本上没有 我只看了几部 然后认识你之后才开始 他人看你戏 反正不要钱 所以我觉得 会挨骂的 所以我觉得 深入人心真的 真的 真的让更多的人 看见了音乐剧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 值得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而且演一个音乐剧 真的非常累 比我们这些流行歌手 在上面可能唱个三四首 累得也不一样 你要累得很多 因为他们又要 既走位 既台词 又要演各方面 所以排练时间要长 对 对你们那次 有一次他们排这个信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 就看他们真的是 一遍一遍的 要记这个灯光 下一步要走到哪里 才能有光 不然脸就是黑的 谁都看不见你 然后要记 然后这个眼神怎么着 又又 太复杂了 还有合乐队 对合乐队 还有道具 这合成是很漫长 特别难 音乐剧演员很辛苦 当然我们流行歌手也很辛苦 要走进剧院 看他们的音乐剧 也不要忘记 走进现场去听我们的演唱会 没有 其实你改行嘛 你当主持人嘛 要吗 不行吗 允许你卖票 不能我卖票 哈哈哈 不然你们跟每个人都介绍 介绍的那个什么 有没有什么票 我票 我的票卖完了 你们 我还没有卖完 哈哈哈 凑不要脸 我还没卖完 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对 哦 已经开始卖了是吗 还没有啊 还没开始 但我也快了 对 我没有 专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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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头谁还买专辑 哈哈哈哈 没人买专辑 没事 就是多多的在那个那个平台上面 对 去多多多多多的听一听就好了 然后我们那个缴合的不说再见 有可能会有后面的一些计划 然后我们也在 在跟余老师也在疯狂的努力当中 对 然后有消息就跟你们讲 比如说让你让你不再推荐下的勉强会 希望大家多买票 不是你少买点 不是你少买点 我们我们 压力很大了 就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人 朋友 嗯 我们的作品 对我们的作品 然后就多多走进 剧院 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不说再见系列的音乐会 然后我们也会争取每一期带来很多不同新的歌曲啊 包括我们会自由搭配啊也会请很多更多的兄弟们来捧场 然后对 还债 还债 嗯 还